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最近好吗?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,因为疫情的关系减少了外出活动,或者根本就不出门了。 宅在家的日子,不需要每天早晚花一个小时通勤,不需要早上提前起来洗澡化妆,好像生活中突然间就空出了很多时间。 刚好最近我特别想吃乳酪蛋糕,但是没办法像平时那样出去买,所以我就按照网上的食谱做了一个蛋糕,没想到效果还不错,所以今天想分享给你们。 如果你也想吃甜食了,不妨试一试。 先来一张原材料的全家福吧。 把奶油乳酪、黄油、牛奶倒入碗中,微锅炉加热30秒,拿出来搅拌。 如果还没有完全融化,再重复一次。 搅拌均匀,到这样成糊状细腻没有颗粒就可以了。 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,装在两个大碗中。 把蛋黄倒进刚才搅拌好的牛奶乳酪黄油糊中。 每次倒一个蛋黄,搅拌均匀后再倒另一个。 把面粉和玉米淀粉分别过筛,倒在碗里。搅拌均匀。 把搅拌好的蛋黄糊再次过筛倒入碗中。 这样做可以让蛋糕的口感更细腻。 下面我们开始打发蛋白。 当蛋白变成小泡泡的时候,倒三分之一的白砂糖。 继续打发。 让蛋白有一点膨起来,但还是比较稀。 再倒入三分之一的白砂糖。 继续打发。 当蛋白的质地像奶油一样,提起搅拌棒能够拉出小尖角的时候。 倒入剩下的糖。 再打10秒钟。 蛋白能够在搅拌棒上拉出长一点的小斑勾就可以了。 先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倒入蛋黄中。 轻柔的翻拌均匀。 然后再放三分之一。 注意不要过分搅拌,避免消泡。 最后把剩下的蛋白霜全部倒入。 翻拌均匀。 我们的蛋糕糊就做好了。 做好的蛋糕糊应该是这种蓬松柔软的状态。 把蛋糕糊倒入杯子蛋糕的模具中,轻轻震一震,把气泡震出来。 这样蛋糕的口感会更细腻。 烧一些开水,倒在烤箱的托盘里。 因为我的托盘比较小,所以我另外拿了一个杯子蛋糕的模具。 把开水倒在这里面。 这一步叫做水浴法。 水浴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字,实际上就是在底盘中放了水。 这样烤箱就有了湿度,烤出来的东西不容易干或者收缩。 尤其是在做这款日式如烙蛋糕的时候。 烤箱预热到130摄氏度,约为270华氏度。 预热好之后,把蛋糕放到烤箱里,烤25分钟。 再把烤箱调到150摄氏度,约300华氏度,烤5分钟。 给蛋糕的表面上色就可以了。 用筷子或者牙签插到蛋糕内部。 拉出来的时候如果表面干爽,没有,蛋糕屑就说你烤熟了。 乳酪是牛奶的浓缩精华。 具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脂肪、磷和维生素。 对大人和宝宝都有好处。 这款轻乳酪蛋糕松软细腻,入口即化,带着淡淡的乳酪香气。 口感特别的黏绿又轻盈,是大人和宝宝都会喜欢的味道。 另外乳酪中的乳酸菌有助女主妈妈的肠胃对营养的牺牲。 所以怀孕的主妈妈也可以吃哦,只是记得不要过量哦。 因为是自制的,原材料都有自己掌控,没有额外的添加剂,吃起来健康又放心。 好了,今天的乳酪蛋糕分享视频就是这样了。 你们最近宅在家里都做些什么活动呢?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,我们一起交流分享。 我们下个视频见,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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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